美国9月20日宣布将解除之前对33国的旅游禁令 但自11月初将全面要求外国旅客入境时出示疫苗证明 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才可免隔离 至于美国认可哪些疫苗 美国CDC发言人诺德隆德表示 CDC认为完全接种FDA授权或通过的疫苗 或者是任何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的疫苗入境可免隔离 不过名单可能改变或增加 美国FDA目前只核准莫德纳、辉瑞和强生疫苗 至于英国阿斯利康或中国、俄罗斯等国制造的疫苗是否会被承认 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 这是跨部门讲讨论的重点 最后名单由CDC决定 另一方面 美国陆地边境政策不会立即改变 美国陆地边境政策继续限制与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跨境旅行 一直持续到10月21日 美国总统拜登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 这是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联大发表演讲 拜登说美国无意寻求冷战 以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呼吁美中修复双边关系 不应陷入新冷战 另据美国资深官员透露 拜登演说重点仍聚焦在阿富汗战争后的规划 将与盟友讨论包含新冠疫情、气候变迁、新兴科技、贸易经济规则 投资清洁基础建设予以现代方式对抗恐怖主义等问题 拜登也将在22日召开讨论疫苗分配等问题的新冠疫情会议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为了增加对海外的疫苗援助 并平息对美国施打疫苗加强针的批评 拜登计划周三宣布订购5亿剂辉疫苗 9月20日加拿大大选开启投票 这次立法选举比原定日期提前了两年举行 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希望借此走出目前的少数政府执政困局 21日凌晨 在与主要竞争对手加拿大保守党领袖 埃林·奥图尔进行了36天激烈的竞争之后 特鲁多所率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已确定获胜 但自由党所获席位没有过班 特鲁多未能实现通过其大选 改变少数政府执政局面的预期 但本次大选对特鲁多来说 这又是历史性的一刻 加拿大史上只有八位总理联营三次选举 包括他的父亲老特鲁多 9月21日晚间 瑞幸咖啡联发三条公告 宣布在重组计划和资本市场披露方面 达到多项里程碑式进展 包括公司与美国集体诉讼的原告代表 签署1.875亿美元的和解意向书 向开曼法院正式提交对可转债债权人的债务重组方案 此外还提交了2020年年报 财报显示2020年瑞幸咖啡净收入为人民币40.334亿元 与2019年相比增长33.3% 尽管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但仍实现增长 主要是瑞幸咖啡产品平均售价提高的推动 目前瑞幸咖啡累计消费用户已超过7500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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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